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参加这个中超比赛的时候 我们讲要考虑他个人的胜率 这个胜率当中最重要的胜率是 叫top6 就是世界排名前6的人 你这个互相碰面的时候 你要争取胜率高 如果你有了说给上排名十几的话 当然虽然也是不太好 但这个问题还好一点 在自己和嘎朗嘎鲁差不多的 你一定要争取高的胜率 所以他今天和波尔相比 这两个人的碰头 是这场比赛当中最有价值的争取 刚才上海两个年轻选手 实际上从实力来讲 和这个好帅和这个方布两个 我们通常讲至少有两个极差 在两个极差情况下 他们还能打成 打到第三局 还能够6比6平 然后最后是6比8 比较遗憾的输球 或者很紧张的输掉 这已经发挥得很好 所以我们讲这个队 年轻选手他们在锻炼过程当中 输赢确实是第二位 关键是他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水平 充分发挥出来 而现在许昕呢 他在对波尔的这场比赛当中 和前面赵子豪和波尔的比赛 应该讲可以说是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人完全是在 另外一个层次上 相交所对抗 波尔因为对这个许昕来说 他不需要有什么适应 两个人是多次交锋 非常的熟悉 开始你看看波尔和许昕的比赛 最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走势 我见这比赛确实呢 从比赛的过程来看 是属于地点交锅和肩膀 上来以后呢 许昕就第一分 应该是拿好之后呢 第二分连着非常的顺利 2比0 这把球就是过去许昕 他基本上是拔了过去 现在呢 他马上正手上手了以后 就开始反冲 强力的前冲 而波尔呢 他对许昕最熟悉的情况下 就他正手 完全贴着球的这个顶部 抹过来的球 那是非常难受的 波尔对许昕的反手的限制 应该是非常熟悉 他基本上打许昕的时候 是限制你反手 然后你强行测身以后 他开始反冲 反挂 然后他的反手 对许昕这个球 他也非常熟悉 他可以两边点分开来 所以对许昕来说 对波尔 你踩到点了以后 一定是两条线 把他冲开来 对 这个球 这个球呢 本身鬼王以后呢 落在台内 但是波尔呢 身高必长 反应也很快 现在明显 明显可以看出来 波尔你看 对他是非常熟悉 是一点不需要有事 和刚才他对这个 赵紫浩来说 完全是两回事 是一条线 中心 大线 大线 小线 好 对洗心球确实非常熟悉 洗心反手拧的话 他马上就反 反家里 现在6比3 今天呢 咱们说心里话 伤就伤在这个双打的配备 对 赵紫豪搭配的是陈志阳 如果是跟尚昆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了 赵紫豪和尚昆 那么这场球赢的可能性还是存在 咱们应该是3米0了 今天可能原来都没想到 赵紫豪的第二场能够赢下波 可能这个双打就想过渡一下 有输就有赢 所以说在爬兵固阵方面 对于尚昆队来说 如何把现有的队员们 给更好的使用 这是很关键 好球 就是有一个硬着球 就让以后呢落在台内 曲心是5比7 两边拉了冲他的话呢 波尔呢可能 会得很好的掉落 我的时候 你反手也是可以控制 可以防一把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靠一把 刚才那个球就是球点已经下来了以后 他还要加保险冲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要冲就不要加保险 波尔今天在对许昕的时候 状态和刚刚刚和赵子豪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他等于熟门熟路 整个就看得出来 当一个运动员对这个另外一个运动员 他形成了一个防反的时候 而且是成功防反的时候 那就证明他对你的球形已经比较熟悉 对 在第一局当中实际上 波尔已经多次成功地打出了防反 所以许昕到现在为止 非常苦恼 因为这个当对方能够形成成功地形成防反的时候 表明就是你的进攻的穿透力不强 对 那么在他控制比较严密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打出高质量的这种进攻 这对许昕来说是一个难题 对 11比6在第一局波尔是赢下了这局 这样的话山东队是在这一盘中是1比0领先 对山东队的时候当然这盘是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 因为这盘如果他输了他就没机会了 如果到了第五盘的话 他们基本上就拿下了 因为好帅无论从个人能力 还是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 对阵陈志阳这个胜率也是二八开 陈志阳同样是只有两成的营球盖 对 我们只能讲他的几率很小很小 也就是说打到这个份上的话 山东队能如果许昕 他必须要显示我也拿下来 因为前路名的决赛 他本来就在一个档次上 一个水平线上的话 只是状态有高低或者是战术有对合错 或者合理不合理 水平都是差不多 所以这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尽量多的拿下来 你看现在这个波尔这个对许昕的发球也是非常有有数 他发的这种侧逆选或者侧逆下选 搞得许昕呢 他上手和这个抢攻都不都很难 经过了跟赵子豪那场比赛的2比3之后 对应该也是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你看他和许昕的这个比赛当中 因为许昕是世界一 目前排名是一号 对 那么你看他一上来就发动了 是 发动非常好 你看 许昕感觉上来以后这两局一局半 一局又不是 但是一局四 其实也是借着这个死球的阶段呢 沉思一下想一想 因为很多时候运动员的这个好 或者说这个出色与否啊 就是在于他这个对于比赛本身的一种解读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一直打到现在为止 许昕为什么感觉难过 就是波尔对许昕形成了什么呢 连续的盖帽 那就像NBA当中连续盖帽 你这个进攻队员会得非常难受 我哪里起跳你都盖帽 成功的盖帽 那么我们讲的盖帽就是他的防范 就你上手我就防范 上手我就防范 那就压着你 那么这种是非常难受的 而许昕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 对方上手以后他还是盖帽 他来转功 这个时候他是非常难受 很不稳定 这种叫心态上 因为你没有防范 很不稳定 这个和足球 包括篮球是一样的 就你的防范一旦成功 对方如果加速的时候 你封住了以后 你马上打反攻 就打反反反的话 这种激励一高 就出的机会越多的话 你马上就有数 我感觉没事 现在对于许昕来讲 这个第二局目前的比分也是落后 波尔的发球来看一下 波尔的发球也是增多一些变化 许昕的激发球质量不低 波尔赛回球出界 4比5 这种情况下许昕可以打一点 适当打一点后发之人 也就是控制好了 他上手我干你 对 好球 这种快速对抗中的 波尔的回球 全部下跑 5比5 因为你要抢着上手的话 他对你太熟悉 你上手他马上就分点 那么一分点以后 你跑过去的时候 你的机球质量一定下降 所以适当的打一点方法是可以的 让他抬头 你盖毛 然后你就抢他 下手 下狠手 好球 许昕马上把这个不利的局面 给扳回来了 这个当中实际上才就改变了一下 先下手叫先发之人和后发之人 我们一直讲 很多人是感觉最理想的就是 从头到尾先发之人 实际上这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而现在所有人讲的先发之人和后发之人当中 重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让你先上手 就从下旋转上旋的时候 你先上转 转了以后我盖你的帽 这个发球要发短发下旋 刚才那个球就是发的 叫不清不楚 你到底什么意图 又不是偷又不是强 然后呢球又不转 8比7 许昕呢还领先一分 来看一看发球 好球 这个球不好 这个球啊 要说回的真不错 这个球不好 对角打得不错 8比8平 这个球许昕看上去测身很成功 但是呢他不是抢冲 他这个球呢只是中等力量 这种力量你挂到他的右面 他本来就对你陷入很熟悉 这个时候你要下手的话 要么对着他中 要么对着他反手 然后跑位 好的 这个球看上去拧了这一把 又应该带了一点膜 哦 新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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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做好冲突的准备 这篮球非常的成功 很不容易 许馨今天在这个第二局 非常困难的局面下 通过了战术的改变 马上扭转了 至少在这一局当中 扭转了这个局势 这是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 你是必须具备的这种数字 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想不出办法 只是打顺风球 不能打逆风球的话 那么你的成长 肯定是速度不会快 波尔这个运动员 实际上是在当今世界平台 他的技术是非常全面 或者说是最全面的 两三个人之一 波尔这位运动员 他有非常多的优点 他唯一的缺点 就是在关键球的时候 他稍微偏软了一点 他和德国的足球 正好相反 好 我们进入广告 马上再回来 到这次了 每天天 十次 不仅仅 现在 然后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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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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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cken fat go away go you chicken fat go run me to run like a tortoise okay go too far and to soar now don't look ready one two people like a hare one two people like a hare one two people one two three four everybody sing go you chicken fat go dismissed 上来以后呢前三个球波尔是2比1领先 这把球这许新的侧身位置没到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三分之二位都没到 那你三分之二位没到的话你这个侧身就不太充分 对了这把球是侧开来了 啊 我们讲要避免二分之一要争取三分之二 甚至是全部叫四分之三 嗯 在整个对抗非常激烈的时候你要达到百分之一百 测成功的话很难 啊 现在这两个人是互相限制 对 都想在对方啊 不能高质量上手的情况下 他要反冲你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控制一定要延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控制一定要延 然后等着他上上手的时候要敢于下手 别着急 确实是有些急了 哎 别着急 你反手的回球球下往 4比2 在这个时候你反手 变现的时候不是靠你身体的动作 对 是靠你出手的这个变化 只要你上去出手有变化 他马上就把对方骗开 如果你身体这样让过来的话 对方实际上判断是不受障碍的 许昕呢 这个反手连续两次呢 球都没有能够打成 对 5比2 这两个人 当然他们在比赛当中太熟悉了以后 接发球 发接发的这个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现在这个到目前为止 发接发还是波尔战上风 现在要发扬什么 就是一分一分抠 每一拍都算好 靠前一点再抢快一点点 对 只要这一点就够 不要把点回落下来 或者说在下降期的时候 然后在家里 这个时候呢 稳健性 包括他的这个冲击力和威胁性 都不是太高 这两板球 应该加打的是比较成功的 对 对 对啦 刚才刚才那板球好像看去许昕石 6比6 结束一路追上来 后呢打成了平局 很不容易 发球很重要 嗯 这个球一定要发的短 对啦 好球 对啦 7比6 你发短 他如果强行上手 那你就反重他 如果他摆的话 他摆不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两边上手的时候 就可以控制落点 对啦 现在波尔呢 倒是越打越急啊 8比6 6比8 波尔发球 我们通常讲 钢柔结合 以柔克钢 都是可以 是 但是钢柔结合 一定是钢在前面 但是你呢 加了柔了以后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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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要注意 这种白短 没有任何质量的 就这样拖上去的白短 一点用处也没有 嗯 好 禁锁广告马上回来 那是先是11比7 拿下了第三局 我们在广告以后呢 马上回来 搞定 对 哦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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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敲中心 85栋办公楼 东敲中心 在第四盘的这三局比赛中呢 目前是许新领先2比1 看看这个第四局 今天呢 其实到了从咱们这个乒乓球比赛的时间来看 这是一场交流战 关键是每场比赛 其实他这个局数大多 你想第二盘单打 第一盘的双打 都是打到这个决胜局 到目前为止 我对许新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满意就是说 你不是说你对波尔 最好你是 一下子就取得优势 取得成功 就是看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如何摆脱 山东对 山东鲁能为什么请波尔过来 实际上他们除了这个中超拼超比赛 他的实际的这个阵容需要 很重要的他们是在为 里约奥运会 张继科的入选 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 因为张继科在世界决赛的时候 两次输给这个奥乔洛 对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需要 这个张继科在对德国人的这个比赛当中 重新建立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 他这个这个把这个外援招进来的时候 他都有他自己想法 而且看你对德国的胜率如何 所以喜庆对他 一定是要争取胜利的 不管这场比赛重要不重要 但客观上 大家在这 Top6之间的这个竞赛 你的胜率多少 波尔应该讲啊 我的感觉他的时差没有完全倒过来 他今天是出状态 对许欣他非常熟悉 前面的这个 尤其第一季打得非常成功 但他呢很难 到目前为止 好像很难稳定的这种状态 出现 对许欣来说 现在是第三局的4比4 对 他就在这个基础上 差到一点点 对 好球 这样的话看来对波尔啊 士气受到很大打击 要求暂停 6比4 就是双方在第四盘中的 第四局 我们通常讲 如果看他的时差有没有倒过来 他中间中间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什么呢 就看你击球时候的timing 你这个timing如果是破掉了 实际上就证明你的时差 没有完全倒过来 如果你的timing是好的 只是你的拍数不够 多拍以后不行 那是你的体力不行 所以他现在看来呢 他这个timing好像有点问题 经常这个点 在反击的时候这个点没对好 但他在第一局的时候 他这个点是对得着 对得着的 许兴现在继续 严格的控制 发接发 这种球在对波尔的过程当中 这种勉强 叫三分之二不到二分之一的球 拔起来的球 一定要减少 是 这刚才那是被 就是你控制以后 等他起来 因为他现在 节奏没有完全跟上 所以他上手的质量不高 现在他呢 如果逮着拍子的时候 他防御的质量都蛮高 他现在控制你 你勉强上手 他马上就主动 而他 你控制他 他勉强上手 你也主动 所以这就是双方 对了 这是波尔非常好的 这一球 他往往盖在上面 然后抹了一把 这种抹里面带一点挡 这过来的球是飘飘乎乎 从中发 波尔也是从发 趁一先想发下选 是 他现在是想搏一搏发球 好球 好的 这把球 他的上手 上位是上了 但是他发不出力 本来这个球 他往往 只要给他踩住了以后 这个点是有威胁的 许晶刚才那一把 等得不错 8比6 两分的优势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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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这板球许欣的 引派引得太大了 这板球可以先过渡一半 好的 这板许欣很聪明 在一系列发转的基础上 他突然之间发了一个不转 这个是连续完成几拍以后 波尔是先变线 但是许欣紧接着和一个对角 球是出界了 8比9 我们刚才就看到 当他不充分测身的时候 或者叫二分之一测身的时候 他一定是被动的 或者说被动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一定要减少这种 叫二分之一的测身 9比9平 就波尔关键时刻 其实手还是可以 这必须是九金沙特的老将 许欣一定要避免什么 当时自己在 模糊阶段的时候 他将勉强撤身 这个时候你宁愿反手 用反手 也不要勉强撤身 也不要勉强撤身 这个计划球漂亮 9比10 博尔现在是反而领先一分 10比9 这把球博尔接球的时间 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你这个球刚刚跳起来 他正好借着旋转力 马上就变现 好的 这把球 随着博尔的一次接发球的向往 比分被打成了10比10平 这球很有勇气 花了一个长球 而且是叫急下旋 下面看看许新的接发球 博尔应该会得飘一个不转 好球 对了 这下许新是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对 行李时这样的话赛点是让许新拿到了 你如果要发飘的 就管好这手 准备它变现 对 可以发布转的 准备它变现 对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你就发转的 对 嗯 可惜了 跟面球上面呢 许新还是 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 这样的话又打成了11比11 这个比赛整体已经耗时要将近两个半小时了 是的 准备了 对 对 好 好 好 逼 鸟 这还会不够 哪 飞 这还会很大 这也会很大 又是赛点 这板球就是波尔保守 他反手托起来 就勉强拧起来 如果他这板是积极侧身的话 那么他就有可能把这个球 拿下来 许昕不要勉强 那最终 许昕是拿到了关键的一分 13比11 决胜局拿下以后 3比1战胜了波尔 那再来的话 上海内市盘分 是3比1战胜了 3分5 拿到了非常重要的2分 现在看看许昕 6比11 11比8 11比7 13比11 13比1 许昕今天为上海内市 拿到了非常宝贵和重要的2分 那么小江赵子豪 拿到1分 我们的艺车服务业命军品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